試駕車砌成路障 狗冊隊24小時輪班用的帳篷 抗冊衝突後的第三天 雅搖村的氣氛仍然緊張 業主自發地守住別墅區的主要通道 而當局派來的保安繼續在村口架設路障 嚴查進出人士的身份 北京昌平雅搖村 這千多棟依山而建的別墅 早在一百年 已經被市政府說是違規建築 要勒令清拆 部分別墅因為雕空或業主不在 當年已經被拆 直到近日再有拆遷隊和公安 嘗試入村 引起居民強烈不滿 包括在一三年 用了二百多萬 二手賣入這間二千多呎別墅的區 雅搖村村委會十多年前興建了這批別墅 名為作家村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 並向業主頒發產業區會員加盟協議書 和工作室所有權證 推准會員有權在當地 投資建設功能配套用房 期限七十年 另外還有一張榮譽居民證 證明業主已成為永久居民 不過別墅所在的這些村集體用地 一般不能賣給村外人 加上村委會不是一級行政部門 市政府現在拒絕承認村委會頒發的證書 認定別墅是違規建築 有業主說 這個說法不能接受 這個項目是趨一級推動的 然後我們還會相信村委會和開發商 那麼大的紅頭文件擺在那一個地方 這個項目是由政府背書的 還有實實在在的撥款 除了有昌平區文化創意產業領導小組的撥款通知 村內的告示板 也有幾份蓋有鎮政府公章的作家村發展規劃文件 出民批評當局政策搖擺不定 走過去就難道就說就什麼都沒有了嗎 就把房子拆掉 你走人就什麼都沒有了嗎 我這當一輩子的工人可不就是全部的了 跑到這地方沒有了 就是露天了 如果真拆掉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們下午後就把房子拆掉 我們下午後就把它填充滿回來 所以我們下午後就帶給我們